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跟着哥好好干 我们闲车上市不是吗 跟你说就这个项目就因为这个项目买了老婆最喜欢的自由侠 别提都开心了 自由侠 太开心了 别提太开心 走一个 时间不到 我要回去了 这才几点啊 你这夜生活刚开始 你这太早了 不是 你不知道 不合适 老婆还在家等我 回去晚了要骂 你怕老婆 什么年代了 现在不流行这个了我跟你说 去我家 我给你看看我老婆怎么调下的 好吧 福福姐姐 去我家接着喝 接着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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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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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房子挺漂亮啊 还不大 两百多瓶 啊 也不大 两百多瓶 你能干 啊 地尾你能干 哎 这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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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没事的脱地 家里有客人呢 你知不知道现在鸡店了 十二十二点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 你没脑子啊你 告诉你啊 赶快让他们回家 不然 要你好受的 知道知道知道 还不过去 不好意思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照�咯啦 拍照咯啦 信 fluid 按下 讲手咯啦 信不下 用刷咯啦 不好意思啊 不用管我 不用管我 你们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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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试驾这台自由侠是它四驱的版本 是一台2.0升的发动机搭载了9AT的变速箱 这个车漆的颜色叫做激情黄 这个激情黄的颜色非常的鲜亮 在茫茫车流当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且一路开过来确实回头率也是不错的 而在路上有一位老兄一直盯着我看 虽然我们这个车叫做激情黄 但它这样激情默默地看着我 还是让我的心里有点慌 这台小车鲜艳的颜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泥地里撒撒野 因为想象一下 在一片满目灰暗的泥泥的地里 一台激情黄的自由侠在里面撒着野 把这个车换成一辆冰制 或者是CHR都不那么合适 这就是它的魅力 整个方方正正的造型 这台小车看起来还是有一点 它大哥木马人的韵味 七孔的格杉 加上两个圆端的造型 也是继承了从军车威利斯开始 这个吉普家族一贯的设计特点 在这个车窗前挡玻璃的右下角 有一个小小的硬直 就是这个威利斯的这个小图案 所以说整个自由侠 其实全身上下有很多设计的小细节 就像是彩蛋一样 埋藏在这两车的各个地方 我们也会在片尾 为大家展示这些彩蛋 可能会有一些小惊喜 但是这个车灯 就没有什么惊喜 依然是鲁素的灯 不过自由侠的外观 有很多的改装案例 对吧 最简单使用的 你在它的保险杠上 装上两个仙气的大灯 再把它轮胎 换成越野用的AT胎 就挺有样 OK 自由侠可爱的外观 我们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聊一聊 它的越野性能 是在这个尺寸级别 我们能够买到的 可以手动切换 四驱系统的车型 可能也只有自由侠这一步 因为目前在国内 也不太容易买到 吉姆尼了对吧 而自由侠的四驱系统 其实是通过一套 我们叫做 多片离合器片时的 线滑擦速器 来实现四驱和两驱的切换 所以说自由侠 和木马人或者大鸡 那种硬派的ORV 也就是硬派越野车的 最大的区别是在于 它没有非承载式车身 那样的大梁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不像木马人那样 用前后两个硬锁指的 牙签式的擦速锁 这是第二点 所以说自由侠 在通过一些相对优势的路段 它通过性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最好不要拿它去攻 特别陡的坡 因为在这个坡度 非常陡的时候 超过了 它这个两个离合器片的 最大摩擦力之后 它是有可能发生打滑的 所以不要想着 这台自由侠 能够像木马人 或者大鸡那样 能够上山下海 四驱版本的自由侠也提供了四种路况模式的选择 分别有泥泥沙地 冰雪还有岩石的四种模式 分的这么细 其实也是为了更加细致的去分配 前后轴的扭矩分配 还有同轴车轮间的线化强度 所以说在穿越的时候 比如说你自家去西藏 我们做一些恶劣路况的穿越的时候 这台车的这些自选模式已经够用了 而四驱模式在于 碰到了更加恶劣的路况的时候 自由侠还提供了一套 低速四驱的模式 就我们按一下低速四驱的LOVE 锁止的模式 它可以锁止一挡 并不像是硬派越野车那样 提供了另外一套分动箱 所以客观上它并不能放大扭矩 而锁止一挡之后 它可以一直保持着它的最大扭矩来输出 而自由侠2.0升的发动机 190牛米的扭矩 也就是让它 其实在通过恶劣路况的时候 这个扭矩应该是足够的 但是在攀爬比较陡的坡的时候 这个扭矩可能并不让它去攻破 或者说是攀爬比较陡的坡路 毕竟它也不是一台真的像木马人那样的ORV 但是越野并不只是攀爬或者说爬坡这一项 在野外 兼具通过性和可靠性 才是一辆越野车的关键 而自由侠作为一台路门级的越野车 它能够让你实现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越野乐趣 这也是大部分人能够享受到的越野乐趣 如果你说你是一位越野的发烧友 那么首先你要有足够的热情 还有足够的钱 我就曾经听一位大忌的车主说过 他从来没有看着他的大忌去越过野 也不想去越野 而吉普的自由侠 在通过恶劣路况的能力 已经比同级别所有的车型都要强上一级 因为它的越野性能 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越野车的特性 比如说它的转向比较模糊 车身的自重比较重 另外自然吸气的加速体感 也不是非常快 车屋玩车 你喜欢一台车 就要喜欢它全部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有越野情怀的人 亦或是你是一个 每天要通过一段非铺装路面的人 那么你选择自由侠 我觉得是有你自己的理由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买自己的车 让别人说去 感谢收看本期闲车 我是主持人谭天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